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身直击 我是您的国语主播郑瑞米Michelle 首先来看一下五间收盘大盘的情况 今年护直早盘围绕3300点震荡 天然气概念股持续大涨 煤炭有色等周期股表现抢眼 白酒 芯片等前期热点板块开始调整 但市场做多氛围有所好转 截至五间收盘 上证指数上涨0.1%报3303点 深圳城指上涨0.08%报11267点 创业板指下跌0.05%报1788点 上证50下跌0.26%报2887点 截至五间收盘 两市总成交额的最新数据是1936.3亿元 对比昨日缩减136亿元 两融余额截至上一个交易日10219亿元 增长13亿元 截至五间收盘 股份涨跌数目上涨1434加 下跌1624加 从盘面上来看在今天的中信一级板块上 暂时领涨的是石油石化电力设备和建材 领跌的是非银行金融商贸零售和国防军工 来关注今天的一节焦点新闻 12月22日苹果期货正式上市 1805合约开盘涨了1.54%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政商所苹果期货上市仪式上 至此表示 近年来苹果价格波动加大 企业果农必选需求强烈 苹果期货作为定价工具 对于稳定贫困地区果农的收入 以及发挥资本市场服务脱贫工作 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今天我们还请到了 要财政权的A股分析师黄子昂 马你好 女士好大家好 还是先跟马看一下大盘了 那么今天上证是围绕3300整理 留意到这个次新股今天走势比较好 涨了百分之接近1.5的位置 但是创业板跟中小板都是微跌的 那么其实今年以来呢 市场风格是明显偏向白马股了 那么以次新股为首的题材股是备受冷落 不过呢最近好像对次新股的关注度有所回升 是不是大家已经在开始布局一些 具备长期成长性的次新股个股了呢 好那么次新股板块 经过一年多的一个 这个估值的一个调整吧 那么近期呢是看到了一个 模底的一个阶段 那么今天呢也是延续的 昨天一个涨幅 那么可以看到板块里面一些 优质的一个个股 包括这个天然气板块的一个贵州氧气 好这个医药板块的这个招眼新药等等呢 都是涨势比较好一点的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 主要是受这个市场情绪的一个扰动 那么一月份的时候 这个市场A股的一个解禁啊 将会达到这个15年 上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峰值 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市场呢 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压力 那么另外就是一直强调的这个年末资金趋紧啊 现在这个趋势呢 三个月的一个摔波还是处于一个高位 并且呢是向这个15年同期的一个高位 是去做一个向上的试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市场个人觉得会表现的比较这个仿佛 那么今天的表现主要是礼拜五 最后的一个交易日啊 那么这个资金方面呢 虽然说显得这个做多的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 那么好的地方呢 在于这个蓝筹跟这个周期股 今天这个还是维持在一个 啊注高台的一个位置 那么一些啊比较好的概念 包括天然气啊啊等等啊 今天也是讲这个题材呢 还是有所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 那么下午来看的话呢 护纸呢啊将会尝试的这个 去上攻这个3310啊 也就是布林中轨这个位置的一个 压力位置 嗯 对持续追踪 那么还是看护纸能否上冲到 3310这样的位置了 刚讲到天然气啊 其实留意到天然气整个燃气指数呢 已经是连涨四天了 那么应该还是受到近期 这个燃气供应紧张啊 那么这个供应紧张的情况 是否会持续整个采暖期呢 也就是说在接下一段时间里 燃气指数依然会将高涨 好那么近期啊 这个天然气的一个价格持续攀升 那么目前部分的企业出厂价 高达1万元的一吨 高过这个柴油价的 高过这个3000多元一吨啊 那么7月初到现在的一个涨幅 已经接近这个240% 那么原因方面 也就是最近很热门的一个气荒事件 那主要是因为冬季呢 华北地区啊是采取一个煤改气煤改电啊 那么源于这个管道方面的一个建设 还有相关一些储气的一个设备啊 这个建设不及预期啊 或者说这个还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个情况下呢 大量啊依靠这个进口啊 我们看到液化天然气那边也是上涨的非常严重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势啊 啊我个人觉得会延续到这一个 至少这个啊冬季 这个限暖季以后啊都会呈现一个啊 价格上升的一个一个趋势啊 但是呢其中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国家相关啊 啊发稿委会不会对这一些相关的一个价格进行进一步的一个限制啊调整 那么啊补充一点 近期这个多个地区的一个居民用器啊 也是开始出现了一个现现用的一个啊 一些法规条例啊一些通知啊 那么在这个情况也能侧面啊 反映出最近这个气啊 一个比较紧缺的一个情况 并没有说得到明显改善啊 甚至是啊这个紧俏性越来越压重啊 那么因为这个天然气的攻击 也是属于一个季节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那么半季万季的一个调峰峰值呢 也是相对比较大啊 那么在关注完这一轮的一个上涨之后呢 投资者们要这个逢高啊获利了结 那么也是可以不断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价格啊 股价周期性的一个变化上出现的一个机会 嗯那么天然气价格上涨属于季节性比较强 大家还是要继续留意保持关注了 那么另外讲讲刚刚提到这个苹果期货啊 12月22日呢这个苹果期货是正式上市了 那么其实这个水果的期货应该说全球商品还是这个第一宗啊 那么其实之前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了一个精准脱贫 跟这次这个通过苹果期货来稳定果农的这个收入 发挥这个资本市场脱贫工作作用是否是一脉相承的呢 对整个农业板块稳定发展是否具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 好那么近几年这个苹果的价格啊波动呢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这给果农或者相关的一些企业是大来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损失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苹果苹果这个期货作为一种啊 对冲或者说避险的一个定价工具呢上市之后呢 将有望呢为为特别是维护这个苹果果农方面一个收入稳定性啊 从而带动整体这个贫困地区果农收入的一个啊 进一步的一个征收稳稳稳征收啊 那么也是通过这个发金融服务实体的一个表现 那么也是发展这个资本市场服务啊 脱贫工作方面的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啊 那么目前呢刚刚这个方星海啊 申请会副主席也表示说啊 在这个苹果期货上市之后呢 未来将会研发更多的一些相关的特色产品期货啊 包括这个红枣期货 那么更好的去服务这个商林商农服务的一个工作 那么也是啊 18年呢也是要这个进一步这个开展啊 两三大攻坚杖之间的第二个 也就是这个精准服务方面这个策略啊 那么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相关的一些期货呢 会进入到市场里面 嗯那么这个精准服务呢 主要这个苹果期货是真的果农了 那么另外呢讲到其他关于农业的一些政策啊 那么见到近日工信部是印发了一个关于促进和规范 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那么说到了2020年呢 民用无人机产业产值要达到600亿元 2025年的时候民用无人机产值要达到1800亿元 年均增速是25%以上啊 那么讲到这个农业的产业升级呢 农用的这个只保无人机应该是不可小觑啊 它的作用 那么可以使到无人可以用这个无人机来重要了 就减轻这个果农或说农民的负担了 那么我们之前推荐过的一些相关概念个股 比如这个农兴通用啊 当时推荐的时候12月1日是推荐价6.8元啊 那么现在它的价格是多少呢 是否存在一定的买入机会呢 好那么简单说一下 刚才说工艺部出台这个民用无人机制造的一个发展规划 那么也是对相关的一个市场规模呢 做了一定的一个预测 好那么如果说它七份领域啊 就是说无人值保机这个概念呢 预计来说2020年呢 将达到这个500亿的一个厂值 那么也是年均这个增速能够达到这个20%左右 好那么最近呢 还有一个无人机里面的一个龙头啊 说这个大疆大疆无人机呢 也是刚刚推出了一款这个农业啊 质保机 好那么现在这个播种农业里面 对人体的损害是比较大 那么年轻一辈的这个农民啊 不大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未来的一个趋势啊 将是交给这些无人机啊 去提高这个空中作业率 那么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趋势 好那么之前提到的这个农兴通用啊 昨天的一个公告呢是这个近几天呢 一直这个公司控股股东呢不断的做一个增持的行为啊 那么已经增持了这个累计3500万左右 那么未来呢会不低于这个7000万的一个增持 那么累计呢会达到这个公司占有股本的2% 也就是说未来还有这个增持的一个空间 那么今天从这个K线上来看的话呢 这个农兴通用本身啊 我们看到他这个技术技术指标来看呢是一个放量啊 这个量呢还是最近一部分的一个达到1.3亿左右的一个交易日 那么未来呢要留意这个成交金额方面 能不能继续这个稳步推进或者说这个量能堆积啊 如果可以的话呢 那么现在这一个点呢将是一个啊中期的一个低位 那么昨天也看到了拉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啊下引线 那么也是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啊 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仓位比较轻的这个投资朋友们呢 啊可以在这个第一根这个中央住的时候买进去啊 那么未来也是关注这个啊 农兴通用在他一些新业务上能不能啊进一步的这个放量 那么他本身的一个基本面呢还是比较稳健的 那么也是呃值得这个长期追踪的一个股票 那么补充一点他的另外一个新业务啊 这个四轮低速啊新能源汽车呢 由于不属于这个乘用车领域 所以呢呃之前对于他关于这个退补影响的一个消极影响 相信在短期里面呢将会有所淡化啊 那么摩托车出口方面呢也是进来啊 这个在创汇方面贡献了不少的一个作用 那么未来呢啊还有当前这个估值啊 属于一个三年来的一个呃低位 那么也是就有比较高的一个安全边际啊 那么也是属于18年呢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筹码 那么可以长期进行一个关注 那么在这个股东啊真实的一个位置买进去呢 呃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种策略 嗯那么应该说现在对于龙兴通用是推荐买入了 嗯大家还是可以保持关注的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跟马聊到这里 上市股份嘛有没有持有呢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下午再见 2800 tresp四